佛商電台花生FM年度故事盛言 禁忌之地 浙大一所百年名校 他的紫金港校區隱藏著多少秘密 想知道這一切謎團背後的答案 禁忌之地即將為你開啟 原著紫金塵 陸制 陳鋒 張超剛剛騎上單車 手機突然響起身 拿起來一看 是個一長寸的奇怪數字 不是手機號碼 估計又是騙人電話來的 一瞬通 裏頭傳出來一長寸的聲音 過了很久了 還是聽不見有人說話 張超忍不住就對著手機大喊 是誰啊 依然是指聲地響 張超又大罵了 有話要快點說 再不出聲我就吸線了 嘿嘿嘿嘿嘿嘿 一陣令人無骨悚然的笑聲傳了入耳 是這把很恐怖的男聲 張超一驚 覺得對方這麼古怪就說了 你到底是誰啊 想怎樣啊 電話裡頭 一個慘淡的男聲 慢慢地傳了出來 二學院的秘密 你不想知道嗎 嘿嘿嘿嘿嘿 張超又生氣了 你到底是誰啊 這把男聲 依然用他的頻率回答 白臭李衛鴻 他們會自殺嗎 嘿嘿嘿嘿嘿 說完就吸線了 張超一聽 真是驚恐交加 連望回撥回去 誰知道聽到的就是一把女聲 你撥的號碼是空號 這個男人到底是誰呢 他怎會知道醫學院的事呢 還有白秋和李偉豪 他們的死 到底又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現在他的心就乱乱了 張超仔細地思索了一下 看來還是先回宿舍 查查這個到底是什麼號碼再說 於是馬上踩車回宿舍 回到宿舍 站在一二三的門口 張超突然間 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是什麼感覺呢 總之是壓抑 是一種很不開心的感覺 拿出鎖匙 猶豫了一下 開了門 開了燈 看了宿舍裡頭一眼 似乎 似乎覺得有點不對勁了 幾秒鐘之後 他反應過來了 對了 背背去了哪兒呢 窗口是開著的沒有山 黑貓難道是去了樹樹呢 張超走到窗前邊 就快走到廁所門的時候 聞到一陣鐵秀錘 鐵秀 用個鼻塞索了索 不是呀 不是鐵秀 黑貓是血腥材 他一步衝進廁所 裏頭看到那個景象 直接嚇到他要休克 身體完全癱瘓 只看到廁所的窗上 在窗山上掛著的 只是那隻黑貓 真可憐 這隻黑貓的頭被穿在窗口的窗山上 下面連著的 是黑貓整張貓皮 裏頭的肉 已經被人減身剝下來 都不知道去了哪兒 這隻貓整身都是鮮血 順著牆一路流到地下 張超度吸一口涼氣 覺得整身都是冷汗 大膽大膽的喘氣 跟著他握著拳頭 敬勞交架 閉聲的怒喝 是誰 是誰的那個混蛋做的 是個壞神 是個壞神 讓我知道他是誰做的 我肯定堅持他 他激到整個人打冷陣 過了幾分鐘 他另一轉頭跑出去 叫了林一昂過來 叫了林一昂過來 起先林一昂看到他的樣子 這麼怪還叫著他 說 喂喂 兄弟呀 你扯著我幹甚麼 喂喂喂 你又生病嗎 但等他來到廁所的時候 一見到這樣 就馬上閉聲 心跳急劇地加速 過了很久才說 喂喂喂 這些是誰做的 喂喂 張超領頭 心心地吸了一口氣話 我就是不知道 我之前接到一個電話 我想很可能就是那個打電話的人做的 林一昂問 甚麼電話 張超拿出手機 把號碼遞給他看 打過去空號 可能是用改號軟件打的 然後馬上打開電腦 搜了一下 知道這類型電話 就是用Sky之類的網絡電話打的 打出去之後 回撥當然就是空號了 而且這種電話 很多人是用來打騷擾恐嚇電話的 根本查不到來源 林一昂就說 喂兄弟 那不如報警算吧 這件事看起來已經不是小事了 張超說 沒有用的 對我來說是大事 但是警察來看 不過是死了隻貓 最多就是和我做個筆拿 根本不會去查的 就算是查 這些網絡電話的源頭 最多查到IP地址 如果他再用什麼虛耳IP搞就搞 那又怎能查得到 林一昂就說 以前半夜我敲你玻璃槍 都想試一下治好你的 但是這次這件事 我覺得真的非常奇怪 我老實跟你說 我跟陳庸前幾天 都收到個筷帝 裏面裝的都是骨灰盒 盒裏面還寫著一個叫李家明的名字 我懷疑今天這件事 就是和這個什麼李家明有關的了 林一昂一驚就說 什麼骨灰盒 李家明人是誰呀 李家明是個新加坡留學生 追過陳庸 最後壞了 後來還自殺了 不過這件事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這傢伙突然飆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越搞越亂了 林一昂想了一下說 你在醫學院遇到個怪事已經夠多了 還有啊 最近遇到的事 難道也是和這個李家明有關呢 張超說 我也不知道啊 不過他確實實已經死了 除非是他的親戚朋友回來幫他報仇 但是他自己追不到陳庸而已 自己找來死的 也不可以怪陳庸 這樣就說要回來報仇了 真是離譜過頭 哎呀 這樣就很難說了 你也知道那些南洋人一向都很怪的 你小心點 今天還把你的貓殺死過在宿舍裡 我說他難聽點 最近你和陳庸真的要提高警惕 知道嗎 你的意思是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建議你們兩個 最好還是出去避一避好過 你的意思是說 叫我們離開學校避一避嗎 但是我覺得 學校才是最安全的 你想想 有這麼多保安 誰敢來學校搞事才行 哎呀 這樣就很難說了 一般人 沒錯 肯定是不敢來學校搞事了 但是那些南洋人很難說 如果下次 你再遇到什麼怪事 又或者有什麼可疑的人 你們記得 兄弟 立刻打電話給我 我幫你搞正他 張超有點感激地看著林一昂說 哎呀 一昂 你真是 林一昂淡然一笑就說了 哎呀 你如果想說些骨臂肉麻東西 你就節省一點就行了 不用感激我的 兄弟嘛 佛山電台花生FM年度故事成言 是咳大鎖一所百年名校 她的紙金港校區 隱藏著多少秘密 為何每逢夜晚施工 都要先放煙花呢 七大學院的命名 是巧合還是另有隱懲呢 校區主要建築的布局 全部暗合五行 这些是否真的 传闻折大老校长 生风风水 灌过世纪前创立的 神秘学生社团 求是会 至今是否依然存在 一切迷团背后的答案 都隐藏在 甘迹之地 圆珠 紫金陈 陆济 陈锋 第二天陈锋落斑 张超将昨晚黑衣女的事 跟他说了 但是黑猫被人尴尬脱皮 和接到电话的事 就没有跟陈锋提起 他怕陈锋会担心 陈锋听完黑衣女的事 也都觉得非常好奇 就问了 你的意思是说 白衣古装女 很可能就是这个黑衣女扮的 张超点点头话 我看他这么古怪 尤其是他走路那种感觉 直接是个死人感觉 估计假扮死人扮都习惯了 我看九成九就是他 陈锋不明就问了 如果真是他 他半夜扮古装女 吓人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张超另头说 那我真是猜不得了 那你有没有问他 为什么他要吓你呢 有 那当然有了 他说因为我跟着他 所以给一些教训我 不过我就是因为他穿得这么古怪 又生得这么像白鸟 才会跟着他 你说他穿得这么古怪 到底他想怎么样 陈锋也都另头说了 那我真是猜不到了 他还跟我说 我晚头一刻 不要再去医学院 你说了 是不是他在那里作怪了 医学院的东西 是不是跟他有关了 陈锋看一口气就说了 唉 那说起来 似乎真的跟他有点疲惹 以前那个古装女 如果可以调出监控陆像来看看 那就好了 张超突然间就醒起了 你说古装女 如果真的一向都在这一带出没 那保安一定会知道的 他们天天都看监控陆像 一定一早就知道的了 唉 学校这么多监控啊 陆像值班室里头 只有几个保安 哪里看得过来啊 而且晚头黑灯光这么暗 如果不是特意留意啊 怎么会留意到什么古装女 黑衣女啊 如果不是想爆隔 弄向那些报警灵啊 更加没人会去理啦 不过呢 照你这么说 这么长时间以来 应该都会有保安 多多少少会留意得到的啊 张超心里头想了一下就说了 哦 你说我们去保安室看监控那好不好呢 陈庸笑着另头说了 咦 哪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监控怎么会留意让人看呢 张超想一想又说了 哦 那我们晚头黑去医学院附近 找些巡邏的保安问一下 说不定可以问到些东西啊 陈庸似乎有点犹豫地说了 说实话 我现在真的不是很想去医学院啊 张超当然明白啦 当晚在地下附一层的停尸间外边 黑衣女喊了一句 你们不怕报应吗 就算是男人啊 都吓得云飞拍散啊 更何况陈庸怎么说都是个女生啊 张超尋淫了一阵才说 那就等我去啦 陈庸笑起身就说了 哎 好啦 好啦 你就是要去 那我就陪你一起去啦 你一个人去啊 我更加不放心啊 张超预头笑着说了 哎呀 好啊 你真是好啊 让我去买包烟先 晚刻看到保安递之过去 还用忧他不说吗 到了晚刻九点多 张超和陈庸来到医学院旁边 停下一部单车 走到马路外边 想找一个巡邻的保安问一下 站在南北走向的马路上 望了五六分钟 看到有几个玩滑轮的人滑了过去之后 保安部车就开了过来 这阵时 张超的手指一指就滑了 陈庸啊 你看 又是那个贱人啊 陈庸顺着他手指望过去 只见到医学院外面那条东西走向的马路上 离他们百多米左右 黑衣女正在加快脚步走向医学院走过去 张超立刻把陈庸拉到一棵树后面 他们站在南北方向的马路上 黑衣女在东西方向的马路上 隔得右远 所以就没有被他发现 张超就说了 看向他真的走去教学楼那边 陈庸微微地捉住张超肩头 说了 这么晚了 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张超迟了一下就说了 你说呢 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 陈庸沉淫了一下 微微地皱起眉头说 好吧 本来我真的不是很想晚头黑去医学院的了 但是今天听你这么说 这个女人确实很古怪 我也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现在就跟过去 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样 张超握着拳头狠狠地说 不理此呢 如果他再装神弄鬼 我就不和他客气 我真的不理他是不是女人 我直接就放下他了 陈庸启一声就笑出来说了 说不定 他只不过是个学生 你打人 因着人家男朋友不放过你 嗯 怕个屁吗 张超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很有霸气 用力地握住拳头 跟着就招呼说了 走吧 我们过去看看 陈庸看着他的样子笑一笑 跟着他一起就向教学楼走过去 张超走到教学楼北面的楼梯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唉 真是失险了 今晚又没有带电筒 望着黑妈妈的楼道 想到黑衣女说不定 又躲在哪里注视着他们 身上又忍不住毛骨悚然 陈庸看一看他 小小声地问 走吧 还又在这儿干什么呢 张超猶豫了一下就说了 嗯 嗯 我是在这儿想啊 这个女人 不知道又会躲在哪里呢 陈庸不舍地说了 哎呀 你如果不敢去 那我们不如回去吧 张超哼了一声就说了 哼 你跟着我 我会保护你的 你不要用怕啊 两个一起走上楼梯 楼梯很暗 他们走得很慢 张超就算是见识过这个女人的伎俩 专门躲在这些最黑的地方 所以每到一个转弯位 他都看得很仔细 到了二楼 走出楼梯 去到走廊 向着远处望了一下 没有人 就在这阵时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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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几秒钟 间歇性地又响起了久违的敲门声 张超和陈庸都面色一变 互相打了个眼色 空气似乎瞬间凝固起身 张超沉思了一下就说 原来古装女儿真是这个赤人扮的 厉迟你还不死 陈庸门门说 就是不清楚她到底想怎样 这个黑衣女儿特意换了一套蓝衫 还经常半夜来这里敲门 她到底想怎样 一定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张超一咬牙就说 我们快点上去吧 陈庸一门头 两个一口气 一挪冲到五楼 正想继续跑上去 陈庸拉着张超说 要不是 我们直接从南边的楼梯兜上去折住她 不然的话 我们去到上边 再从走廊走过去 实听又被她走掉了 张超说 好啊 我一定要抓住她 再送她去保安室 到时你们医院 再跟她做个精神鑑定 就说她有精神病 会危害公共安全 直接踏起她就是了 话一说完 两个马上走出楼梯 去到五楼的走廊 再向南边的楼梯跑过去 但他们刚刚跑到一半 敲门声突然停下来 两个人也停下了脚步 相互看了一眼 张超贼疑地问 我们这么小声 他没可能会发现的 是啊 是没可能会听见的 张超笑起身 哈哈 估计他扮事扮得累了 我们现在过去抓他就最对了 他如果敢反抗呢 看看我吧 我一拳就怂死他了 不过你不要这么重手 显然对于这个古装的黑衣女 陳庸也不反对张超使用武力 两个继续沿着走廊向南边走过去 就在即将走到楼梯尽头的时候 突然间一条白色的人影 从上面的楼梯冲了下来 一个转弯就冲了下来 再一个转弯就不见了人影了 张超和陈庸 看到有的人突然间冲了下来 等候了一下 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不过人影已经不在视线范围之内 已经冲了下来 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